邀請你打電話 請你打電話 HALO 大家好 我是WASAB 剛剛開頭其實有點太誇張了 搞得好像牛奶跟細鳥一樣 但其實我想表達的是說 有些時候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像這種 喝完牛奶或是說 吃了什麼不乾淨的食物 然後有腹瀉這種情況 多少一定會有吧 那麼 想到腹瀉大家會想到什麼呢? 如果是我的話 一想到腹瀉 我會想到 然而呢 大家一想到腹瀉 就會想到 不過呢 如果大家有拉肚子腹瀉的情況 你一定要保持冷靜 首先呢 先來講一下這個腹瀉 腹瀉它的定義是說 你一天的排便次數超過三次 而且你便便的含血量比較多 像是比較沒有一些規則形狀的 這種狀況的話 代表說你有腹瀉的情況 那麼我們一般人能夠區分腹瀉的情況 大概就是依照我們腹瀉的程度 還有我們病程的長短來做區分呢 可以區分為 急性腹瀉 持續性腹瀉以及慢性腹瀉 如果說你腹瀉的情況在兩個週之內可以緩解的話 我們稱之為急性腹瀉 再長一點如果說到二到四週之內的話 我們稱之為持續性腹瀉 如果說你腹瀉的情況超過四週 我們就稱之為慢性腹瀉 OK 那麼我們急性腹瀉的可能原因是 比如說你吃到一些不乾淨的食物啊 被感染了 或者是說你有可能是心情上的壓力 或是情緒上的緊張 或是你服用某些壓力 例如像抗生素啊 或者是你服用一些緩泉劑 這些都有可能是造成急性腹瀉的原因 那病程在腸道慢性腹瀉的時候 其實你這時候就要特別注意了 到慢性腹瀉的時候 可不是一般的止血藥可以解決 因為慢性腹瀉的成因就比較複雜了 除了以上這些細菌和病毒的感染之外 你有可能是你腸子本身就有一些炎症了 比如說像克隆氏症 或是你有一些潰瀉性的結腸炎 這些都有可能是因素之有 除此之外呢 如果你是大腸低造症的族群 或者是內分泌本身有分泌異常的情況 導致的腹瀉的話 這些都有可能是慢性腹瀉的原因 這時候會建議你們直接去看醫生會比較好 不建議自己去藥局買止血藥來解決 不過這時候大家可能會問說 我腹瀉的時候怎麼會知道我會拉多久啊 這時候呢 我們就必須要建議你 當你一開始確定你有腹瀉的情況的時候 的解決方法會是什麼比較好 最好的一開始的方式是 先進16到8小時 先讓你的腸胃輕控一下 並且在期間適時服用電解質液 尤其是一開始急性腹瀉的情況 它會拉掉很多水分嘛 也會拉掉很多的電解質 服用電解質液一方面可以 補充你失去掉的電解質 還可以回復你的體力 補充你原本流失的水分 那這時候有些人會問說 我可不可以買超商的運動飲料 再加入一半的水去稀釋做服用呢 不過我是覺得 畢竟它是運動飲料嘛 一方面它其實含了糖分比較多啊 另一方面它裡面的電解質的成分 其實相較於口服電解質液 還是會有略顯不足的情況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直接去購買電解質液會比較好 其實在藥局裡面 除了電解質液 還有一些像電解質的發泡錠 這些產品也都是可以拿來使用 來補充我們電解質的 那麼在禁食的一段時間之後 如果發現你腹瀉的情況 漸漸緩解了之後呢 可以開始服用一些比較清淡的食物 比如說粥上面一些清湯 定時情況可以再補充一些抑成菌 其實這樣子就可以很有效的緩解 極性腹瀉的情況 這邊要注意一下喔 如果說你本身有腹瀉 合併有一些發燒、心劑 或是你喝水的時候就想要吐的感覺 或是你大出來的扁扁 有血變的情況 還是建議大家直接去看醫生會比較好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很棒的話 請幫我按個讚 如果覺得有幫助到你的話 也可以幫我分享出去喔 我是Wasabi 我們下次見